文章来源 华人生活网 曾经核实 美国梦是很多人追求的梦想 只要 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 美国人有着丰富的资源 可以轻松实现美国梦 但现在只有36%的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梦 在NORC10月份的民意调查中发现 半数美国人认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我这样的人不利 他们现在的生活比50年前更糟 房价 通货膨胀和债务去使许多人举家前往生活成本更低 生活质量更高的国家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最新数据 目前估计有900万美国人居住在国外 而2013年的数字为680万 JP斯通斯特里特 JP斯通斯特里特 和阿米利亚巴西斯塔 阿米利亚巴西斯塔 于2017年离开科罗拉多 移居厄瓜多尔 现在经营着一家帮助其他人移居国外生活的公司 他们告诉媒体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早点去 JP说 我们有房子 两辆车和抵押贷款 阿米利亚每周有四天在外奔波 从事地区销售工作 而JP则在家做网站设计师 这让他们很少有时间见朋友或共度时光 阿米利亚说 压力很大 很累 感觉我的整个生活都与工作有关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这也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全天候随时待命 他们两人的月收入约为八千美元 但在支付了房贷 住学贷款和生活费用后 却一无所有 后来JP生病了 他说 当我背部受伤 不得不在两个月内做了两次大的脊椎手术时 我就不能工作了 我有一年的恢复期 之后我们就再也买不起房子和汽车了 我们卖掉了汽车和房子 搬进了丹佛的一间小房 由于债台高筑 我们每个月还是入不敷出 我们陷入了困境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这对夫妇考虑过二次抵押贷款 但他们不想背负更多的债务 他们已经面临着学生贷款和其他超过六万美元的账单需要偿还 于是 他们毅然决然地搬到了厄瓜多尔的昆卡 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JP说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我们还清了债务 我们终于可以为退休除续了 我们早上不设闹钟 自然醒了再起床 我们一起做饭 我们以前都超重 现在加起来已经减了五十磅 他们的生活成本大幅下降 这意味着他们也能够以在美国从未有过的方式为退休储蓄 JP说 我当时真的快死了 要不就是颈部以下瘫痪 我们意识到为我们可能永远负担不起的退休生活 而努力是不值得的 就在那时 我们意识到美国梦正在消亡 它已不复存在 很多人告诉我们 他们必须工作到死 他们被困在这个循环中 这对夫妇是因大流行病和通货膨胀 导致美国生活成本上升 而逃离美国的数百人之一 当老年人意识到 他们正在为自己可能负担不起的退休生活而工作时 他们越来越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 据美国社会保障局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统计 截至2021年底 有近45万名退休人员在美国境外领取社会保险金 比2008年的30.7万人有所增加 但是 除了老年人 还有一个群体也在迁徙 32岁的卡拉·塞莱斯特·维斯特·卡拉·斯莱斯特·威斯特 还算年轻 曾经住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拔任销售经理 后来他的家人决定搬家 成为完全的游牧民族 他告诉媒体 我过着标准的美国生活 在奥斯汀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好地方 有一套标准的两居室公寓 我和丈夫都有全职工作 每人都有一辆车 可以时不时的在周末出去旅游 但这并不完美 他们每月要为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支付1530美元 还欠下了约7万美元的债务 他说 由于我们负债累累 我们没有资金让女儿上托儿所 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正好相反 以避免支付托费 这意味着我们经常见不到对方 后来他们决定完全游牧 他说 我们决定卖掉几乎所有的东西 到国外生活 因为我们希望一家人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而不是为了支付生活费用而拼命工作 他还说 最重要的是 在国外生活比在美国经济上更有安全感 他开始了一份豪华旅游礼宾员的新工作 全家目前在希腊 他说 因为我们可以把在美国的收入存款 带到生活费用更低廉的国家 我们发现存款开始加大 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 如食品 医疗保健 住房和儿童保育 他说 对许多家庭和个人来说 在美国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靠工资生活的生活 或者以贷款的形式借钱 或者把基本必需品放在信用卡上 许多人只是想勉强度日 经济压力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 这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 保释说 这是我们所做过的最具挑战性的事情之一 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辛辛苦苦获得的许多物质财富 但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过上符合我们的道德和价值观的生活 最后他表示 放弃在美国实现美国梦 但这让我们在国外实现了更好的东西 财务自由 上周 美国参议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的分析显示 美国人平均每年需要额外增加11400美元 才能负担得起他们在2021年享有的同等生活质量 科罗拉多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州 该州居民必须额外支付14995美元 才能负担与两年前相同的生活质量 住房可负担性在今年跌至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 在大流行病期间 房价从2020年1月的32.9万美元 飙升至两年后的43.3万美元 抵押贷款利率也飙升 两年前购买40万美元住房的人 每月需支付约1623美元的抵押贷款 如今 同样的购房者每月要支付2585美元 比两年前多支付1000多美元 除了美国国内的消极因素外 也有一些积极因素将美国人吸引到国外 对于美国人来说 申请签证的过程也变得更加简单 包括希腊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内的43个国家 已经对美国设立了数字游民 Digital Nomad签证 您可以在这些国家远程工作一年 此外还有黄金签证 Golden Visa 企业家签证 Entrepreneur Visa 退休签证或工作签证 根据搬签公司Lexity的数据 美国人最常移居的国家是墨西哥 其次是加拿大 然后是法国 意大利 德国 和以色列 仅墨西哥就有近80万美国人 法国有20万人 希腊有7.2万人 不知道华人同胞们 退休后准备留在美国 还是去其他国家养老呢